大家好,我是Joseph,我最近太忙了 没有时间呢,更新我自己的记录 那趁着今天学生没来跟我开会的时候呢 我跟大家有一点时间呢,讲一讲 在这个股市恐慌的时候呢 你有什么比较安全的做法 在12月3号的时候呢,美股大跌 那美股大跌的时候呢,其实也不算大跌啦 就是正常性的跌一点 但是那时候就是因为有变种性的病毒出现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 大盘就出现了严重的卖压 其实也就是个2-3% 只是有一些个股跌的比较多 那在这种情况呢,就弄指数的选择权呢 其实就是比较安全的做法 因为个股跌的呢,常常跌幅呢 会超过大盘 所以在这种时候呢,弄这个指数的选择权呢 会比较安全 那这个时候呢,强反弹 如果或是怕这个进一步跌的时候呢 怎么处理是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式呢 那这里Joseph给大家的一个案例 就是自己Joseph自己的交易呢 就是这种broken wing butterfly 就在Joseph课程里面讲了一点 这个叫断意的蝴蝶 一般来说butterfly呢,是像这样子的 但是它是对称的,这个是一个不对称的 所以这种broken wing butterfly的好处呢 就是它不怕涨回来 因为在这种情况,我设得好的时候呢 就涨回来呢,不管涨多少呢 我都是有赚的 那在跌的时候呢,我也有一定的承受空间 只要不超过这个区间就可以了 那通常在这个股市已经跌的时候呢 这个imply volatility呢,都会提高 那只要这个不是继续跌 只跌之后呢,imply volatility降低 这对你的部位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先讲一下Joseph怎么交易 再看一些这些拉丁字母 那Joseph做的呢,因为那时候交易的时候呢 21,大概是217级 217级的时候 好,但是这个点位交易的 那Joseph这个butterfly的中心 就设在他比他低个20点 那我这时候做的呢,是2150 然后呢,50往下的时候呢 是2100,所以这是50点宽 这边是50点宽 上面做40点宽 所以呢,他两边不对称 那这样做不对称的时候呢 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会再跌一点 但是我更担心弹回来 所以如果你做弹回来 你觉得比较有可能会弹回来的话呢 那你可以做这一边的 那broken wind butterfly也可以做另外一边的 你就觉得怕会继续跌 你也可以做另外一边的 那这个broken wind butterfly呢 Joseph做put的 因为在恐慌的时候做put会比较有力 那我如果做一个部位的话呢 中间这个地方呢 就是减二 就是卖两个2150的 那下面的就是lower wind呢 就是做2100是买一个 那上面的呢 就是买2190 所以呢,这一个部位 一个部位的那时候呢 你开了一个部位 这三个呢,是要一起交易的 就是其实你有四,就是有三个点位 但是有四个部位 这是一,这是负二,这是一 所以你有四个契约 你这个四个契约是要一起交易的 那这个是会用到margin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会用到margin 那margin呢 这里不在我们这个影片讲的范围 但是大家就注意 这个是要margin的账户才能用的 那在这里面Joseph开了这个部位的时候呢 那我是收了232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拉丁字母 拉丁字母呢 对了解选择权这个部位非常重要 所以呢,这个部位呢 Delta是非常低的 Delta非常低的时候呢 就是它涨跌都不会很 就是很严重的影响 我把这里再拉开来看一下 所以这条线呢,你看是比较平的 所以呢,它再跌一点点呢 对整体的部位呢 也不会差异太大 但是不知道该交易什么时候呢 Joseph就会用这种大盘的指数来做 那Joseph选择是RUT Russell 2000 那在这里呢 Delta是1.43 所以涨的时候呢 对部位比较有利 但是这个gamma是先不用管它 这Theta呢,是时间,时间的流逝 所以每一天呢,都会增加这个 如果其他的东西不变的话 但是这里的Vega 就是Volatility的改变啊 所以如果Volatility降下来的话呢 这个部位是获利很大的 所以在这种时候呢 市场这个不确定的时候呢 你觉得市场很快就平静下来的 那或者是这种呢 就是用这种 Put Broken With Butterfly 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我们往下看下一天 下一天呢 这个部位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在这里面呢 你看再隔一天呢 涨回来一点点了 它在Last是2190 比218年涨了一点点 因为最低的时候跌到215级嘛 所以这Change是30 好啦,所以呢,这里涨一点点 所以我的部位其实已经有4%了 那再到下一天的时候呢 其实Joseph就把这个部位关掉了 好,那我在这模拟的时候呢 在看到在礼拜二的时候呢 这个价格有点不对 因为这个才刚收盘没多久 这个里面Data就不太对了 你可以看到呢 最后交易是在这个点位 在这个点位的时候呢 所以我原来开这个部位是赚钱的 但是我如果再卖掉了 我可以花一点点钱 就可以把这个部位关起来 所以呢,Joseph在这里呢 因为在这里这个部位呢 再继续下去了 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他已经到了这个非常 就是可能的这个额度 因为你一开始收200多 那你已经到了这个额度了之后呢 你就很难再收更多 但是因为巴勒特利降下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呢 Joseph在美国时间礼拜二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部位关掉了 所以呢,整个部位呢 是232 那关掉的时候呢 花了5块 所以呢,在这里呢 一个部位赚了200多 那这个就是抢反弹的方式 那有的读者可能会问 我为什么不用不买call 或是不卖put呢 这个是在Joseph的初阶的课呢 Joseph讲过 如果你是买call的话 那你做买方呢 时间价值流逝会非常快 而且你要非常有信心 他很快就会谈下去 谈回去 不然时间价值的流逝呢 会吃掉你的成本 另外就是一个imply volatility的问题 因为当大跌的时候呢 imply volatility都非常高 那imply volatility非常高的时候呢 那你买call其实是比较贵的 所以在这种时候呢 买call不是一个好主意 那你想说那麦put呢 麦put可能可以 但是呢 麦put呢 如果它在进一步跌的时候呢 麦put呢 你要来manage the position呢 如果跌穿了你这个put价位的时候呢 你的损失会非常大 这个损失无限的 不像这种butterfly呢 你损失你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呢 这种能够在控制delta的情况呢 你可以做的比较好的 你有的人可能会做iron condo iron condo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iron condo呢 也是适合这种当跌下来之后你要做 但是iron condo呢 imply volatility高很适合 但是如果它急涨急跌的情况下 你当卖方的时候呢 很容易跑不掉 跑不掉的时候呢 就是你想要观战部位呢 但是这个价格搓合不上来呢 所以Joseph的经验呢 会用很就是可能会在这种 比较差的价位成交 所以这个是 不是说iron condo不行 就是Joseph也会考虑用iron condo 只是对于butterfly来说呢 这个一点点转一点点的这个浮动呢 就可以获利了结 所以 这是Joseph的做法 那不知道大家会继续怎么做呢 欢迎 欢迎分享大家的做法 给Joseph知道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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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